淡宅岛上的几准课金玩家 首先第一种 背包里青色的几乎都是支针品 潮流度数极其的高 可以说整体皮肤很齐全 但是免费皮肤很少 该玩家为课金纳朗 第二种玩家 高潮流度 低配皮肤 没有一个支针品 基本上便宜的都买了 俗称威克玩家 第三种是最为神秘的一种玩家 潮流度低 课金少之又少 几乎都是刚易送的淡宾 却莫名的有支针品和联动品 尤其是绝对不会超过免费品 那就是新手小众玩家 那他们三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 克金大佬抽将士 简简单单 抽个三级网盒 这些淡宾和彩虹币应该够了吧 来第一轮 你好 哪来第二轮 你好 我就不信了 怎么后面全是荒啊 别离我跟淡宾砸你啊 刚易 你你你你你你你 还得是金钱的诱惑 大包地全块拿下 嗯 哈哈哈哈 看玩家出奖时 亲爱的王爷呀 保佑我能在前二十抽出一个紫皮吧 Bruh 对对对对 我吃完王爷 我就知道心底太不喜欢的 那你还是给我一个紫皮 Bruh 这个紫皮你都什么能给我 让你咬我呢 脑袋就走起来吧 几小众玩家抽奖师 哎 赛季盟盒 刚好攒了几个彩虹皮 也不知道能不能出 哇塞 太幸运了 课金大佬买联动皮屎 啊 冬冬眼 不就保底两百三吗 直接买一点都不心疼 圆圆子啊 买买整套的 洗澡呀 买 丑的我给你买 多打一个收集 威可玩家买联动皮屎 啊 我可爱的冬冬眼啊 别让我大保底啊 啊 我可爱的圆圆子啊 咱买吧 套装太贵了 小众玩家买联动皮屎 好可爱的冬冬羊 就抽一下试试 啊 居然中午了 太幸运了吧 呃 所以说宝宝们 他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大家属于 他们当中的每位王家